在看影片之前提醒你 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 昨天的评说报道我们提到 现在世界各国都到中国抢摊 首先要还上任9个月 就两度到访中国去招商引资 表现出高度重视和中国的贸易关系 赶达中国这个经济强国的投资列车 加强两国的经贸关系 肯定会对经济带来有爆炸性的增长和收获 但是却有人在大畅反调说 过度专注中国的投资和市场 最后导致马来西亚的经济会过于依赖中国 甚至一些政治人物还曾经把中国投资炒作成政治话题 只接受大量的中国外来直接投资 最后经济会被中国给殖民化 接受中国投资加强和中国的经贸关系就不对 那经济就会被中国殖民化吗 接受其他国家的投资就妥妥没有问题了 中总总裁正孔令龙受访时表示 他并不认为我国有出现过度依赖中国投资的情况 因为过去10至15年 甚至是说过去的6个月 在我国最大的投资来源国的排行榜上 中国从来都不是榜首 排在第一的是新加坡 接着是日本与荷兰 特别是荷兰近期有很多的电子产业都陆续注资登陆我国 中国其实是排在第四 孔玲龙表示 我国并没有过度依赖中国投资 他反而认为我国应该要更亲中国 更积极的和中国达成双向贸易 千万别被其他的东南亚国家给抛在后头 而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也有同样的看法 他指出 首相安华上台之后 他领导的团结政府外交政策上是走中立路线 并没有在中国或美国之间选边站 安华也不只是出访中国 他反而是积极出访多国跟各国都打好关系 他举例 像早前我国也成功与来自美国的特斯拉 达成了莱马投资协议 所以可见我国吸引外资的政策 是相当多元化的 并不会过度依赖某个国家 中国投资各国都想要 中国的经济大蛋糕各国都想吃 但是争着招引中国投资 想方设法获取更大块的中国经济大蛋糕 这会不会到最后造成经济过度依赖中国呢 那中国经济出了什么事 我国经济会不会也跟着翻车呢 两位评论员受访时认为 我国暂时没有这个担忧 因为根据数据 我国不管是在外来直接投资 还是进出口贸易国都很多元且分散 没有过度依赖某个国家或某个领域 其实马来西亚 今年前半年的话呢 外来直接投资呢 最大的是来自那里呢 是来自新加坡 你看的话 安华也很积极地去了新加坡 访问了好几次 外来直接投资 最高的一个是新加坡 日本 才到中国 我们的政策应该是会很分散 会过于依赖某一个国家 其实我倒不担心 马来西亚过度依赖中国呢 因为中国呢 在过去的十年十五年 到未来的十年十五年呢 也是每一个国家呢 所要拓展的一个经济的领域 你看马来西亚呢 我们的这个贸易呢 也很平均 如果讲了双向贸易 虽然中国是最大的这个贸易国家 我们也有很多的这个贸易在美国啦 在欧盟啦 跟东南亚这一带 尤其是新加坡 然而香喷喷的中国经济大蛋糕 东盟国家各个都是虎视眈眈 排排站抢着吃 那我国又有什么优势和强项 可以抢赢其他的东盟国家 让中国资金和投资选中我国呢 张国林认为 我国有天时地利人和三优势 而孔令龙则认为 我国优惠的吸引外资政策 对投资国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们的优势肯定是第一 地理位置方面非常好 就也没有什么天灾 如果你是菲律宾的话 你就很多台风 印尼的话可能有时候会有一些 烟水的问题啊 地震的问题啊 所以地理优势非常好 第二呢就是我们的基础设备 从道路啊 从港口啊 从机场啊 都是比较好 第三呢 常常大家可能会忽略到 这是我们跟中国来讲呢 就是我们这边很多的 对中国的文化语言方面呢 都有 而且过去三五十年呢 在各方面的交往啊 都非常的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们感觉说 哎 来到马来西亚就很有亲切感 其实马来西亚 马来西亚当然有相当多的优势 马来西亚也没有外汇的管制 如果在马来西亚赚的钱呢 缴了这个马来西亚的公司企业税呢 能够百分之百呢 会回你这个投资的来源 多了 马来西亚这个亲征的认证呢 也是受到呢 世界的这个公认 那个转战呢 去到这个中共国家了 还有这个印度市场 所谓的一个桥梁了 对于这个所谓的中国的投资者 相比其他的东盟国家 在争取中国投资方面 我国可以如何发挥自己的优势 又可以怎么做得比邻国好呢 新资金投资创办人张国林认为 其实东盟国家在争取中国投资上 各有千秋 不一定只可以是竞争关系 他们也可以是互相配合与补足的关系 比如说新加坡在金融投资非常强 越南人口多 可以大量吸收从中国溢出来的制造业 印尼则是内需市场大 而我国的优势在于半导体芯片产业 还有水果农业 至于我国要如何更进一步的提升 吸引中国资金的竞争力 张国林认为 第一 我国企业必须要提升工作效率 因为对于很多的中国企业来说 他们还是会觉得 我国的企业工作文化 没那么积极努力 第二 大马必须加强培训科技产业的技术人才 第三 政府审批外资的程序必须简化 时间必须缩短 这样的话 外资才会更愿意落脚我国 大马必须加强培训科技产业 在这里 大马必须加强培训科技产业 股力产业 大马必须加强培训科技产业